大家看 这里有个路牌 这个路牌震惊到我了 看到没有 原来应该是立在路上的 就是路 然后现在只剩这么一点点高了 就是我 我一个腿那么点高了 太恐怖了这个玩意儿 见识到沙漠的厉害了吧 这就是沙漠的厉害 像我们边上的这个沙 都是流动性的沙 它会不停的往公路啊 或者往粮田啊这些去侵蚀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 波士藤湖 也是国内比较大的湖泊了 它的面积的总共有1000平方公里 非常大这个湖 要不要打算开车绕这个湖一圈的 结果路走到这儿 没路了 路已经被沙子掩埋掉了 这边应该平时来的人不多 所以现在路已经变成这样了 大家看这个下面是铺装的路 但是因为沙子 这上面太多了 过不来 你看 刚才我过去的时候压了一条车 然后回来又过不来了 还好我有市区 不然就这里面挽肚子了 你看下面全是上 上市区 好挂上市区了 看过不过得去啊 我靠 再走 再走 但是非常的慢 好像这个车的差速锁不太行 好过来了 沙子全跑到马路中间来了 刚才我们经过这里的时候 发现这里有好大一片盐湖 也是我们就把车停下来了 准备到这个盐湖里面去逛逛 现在正好是日落的时间 非常的棒 这个盐湖底部现在是干的 没有 沙子的水 干的 可以走进去看看 中文字幕后 它们都在这里面 给我们的时间 但我想 Somewhere 我比较多的是 我们的新闻 在哪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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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的盐湖 我一路走的话 遇到好几个了 好几个盐湖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正迎着太阳走 太阳直直地照着我们的脸上 有点难受 我们现在穿过沙漠 已经来到了一个村子附近了 然后进村的时候发现 这边都是种棉花的 这应该是踩过了吧 这个 大家看这个应该是被 机器踩过了 但是这边 哇 这个好多掉地上的棉花 有点浪费啊 这个机器采摘的这个浪费力这么高吗 这都是棉花呀 好好的棉花 看一下 非常棒 很柔软啊 这个棉花 这地上掉好多啊 这上面也还有 都采摘过了 这就是手工采摘这样子的拉出来 哇 一朵棉花有这么大一坨呀 还不错 那边上 那后面就是就是沙漠 这里有户人家 不知道有狗没狗 我可以去想脑巾 脑巾打听一下 因为这家这个采棉机采不倒嘛 后面就又又又又还有青青地的 还有青地的机器 它可以吸上来 还可以吸一遍 哦 我就说嘛 我是在地里面都那么多浪费那么多 那不是白搞嘛 就是就是这个浪费挺大的 在浪费非常多啊 在地里面你看 对对对 它还有一种叫青青地的 青地的机器 啊 再把它吸起来 吸起来 吸起来 还可以 不是价格要低一点 价格低一点 这掉地上呢 就没那么值钱了 对对对 瓶子 瓶子没那么好了 我就说浪费量这么大 那不是白搞了 那不是白搞了 这一年 那你们这边租地多少钱一亩 你们租的 这边租地 我们这个经济重的是600 600一亩 嗯 那这边水呢 这边水哪来的 水是紧水 地下水 这边是紧水 哦 弄的紧水 嗯 哦 这个是这个 施肥的时候 把水 弄到这里 弄到里面 弄到里面 因为这个地下水有沙嘛 啊 给它沉淀一下 搞虚实实沉淀一下 这个就把肥掉 放到里面 放到里面 它再吸到地下管道 再滴到那个小毛罐里面 你们都是铺了地罐的是吧 就是 这就是地罐 全是地罐 全是地罐 啊 那这地下还有水 我看周围全是沙漠呀 沙漠 这个是地下水嘛 这地下水啊 你看 这是打里井嘛 打了多少米啊 哎呀 这个就应该是100多米 100多米 那是那是管道 把地下水 电一开 它有油棒抽起来 抽起来 抽起来 通过这个 这个是过沥沙的 沥沙 沥沙 好 再过来通过这样 到地下管道 地下地下的管道 啊 就这样 就低 开始 经地就开始低 那个里面弄好以后 就是肥料水水滴挂 啊 这样子就是经地 那你们棉花往哪儿卖 棉花往加工厂啊 往加工厂里面 这南山它有两个加工厂 啊这边有加工厂 加工厂也是外地 外地老板 外地老板 泽江的 在这里收 赵江收 反正内地的老板 内地的老板 你们是从石河子那边过来租地啊 租地种的 这边是南江 这边南江了 过了天山就属于南江了 这样可以 你们这边租了多少亩 这个我们一共在这里有八百多亩 八百多亩 你们一家人在这里吗 还是请人 我和我们亲戚在这里 和你亲戚在这边 那可以 嗯 那你们搞完了就准备回吧 还是说要在这过年 是的 我老家是重庆的 你老家重庆 我老家也是重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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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是在那边待了好多年了吗 还是说 三十年 我们在兵团三十年了 你们在兵团三十年了 你们在兵团三十年了 你这在哪里呢 老家 在这个水井灌一个水 羊头 这个河 自己家的羊吗 这一个门住的是一家人 现在日落的时间 好了 我们从老乡家里出来了 把我了解到一些情况 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 比较有意思 刚刚我们去的那个老乡家里面 真的是特别特别神奇 什么叫欠你有缘来相会 我就随便去到一家人里面 结果一聊才知道 那后老乡他们 祖籍是重庆的 他们就已经到新疆这边三十多年了 到新疆来 当时跟着建设兵团一起来的 也从他这里了解了一些 建设兵团的一些情况 新疆这边建设兵团 他们来的时候 已经算是后期了 因为早期第一批来的人的话 都是直接是部队的 直接部队就地 囤墾开始囤墾书边 那他们这些都是后面的 来的一些农民 然后到了这边 沿队以后 发现你可以是吧 你可以来建设开墾土地 来帮忙 建设新疆这边的话 就把他们招为了职工 招为了建设兵团的职工 所以他们表面看 他们是农民 可是他们到了退休年龄以后 是可以拿退休工资的 据我了解 也就那个老乡所说 他还有两年就退休了 那新疆建设兵团的这边 前几年也做了一些改制 就是他们现在的话 他们兵团所在地呢 是在十何止 是按照每个职工 人均50亩地的标准 分配给你 然后给50亩地给你种 你种的这些 种的一些农作物 这些收成都归你 可你到了退休年龄以后 你就得把地还给建设兵团 因为兵团再重新招新的职工进来 把地给到另外的人种 你就可以拿退休工资了 是这么一个状况 但是呢 那个老乡他说 他为什么没有在十何止那边种地 反而跑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属于巴英郭勒愣州 这是一个蒙古族自治州 这个名字有点 就是巴英布鲁克这个地方 巴英布鲁克草原这个州 属于一个蒙古自治州 他们到这里来种地呢 是因为他觉得五十亩地少了 他们到这边来的话 和几个亲戚一起包了八百亩地 包了八百亩地在这边种棉花 据他所说呢 这边的棉花产量呢不是很好 因为这边的地呢 也是盐碱地啊 产量不是很高 每亩呢大概是三四百斤左右吧 一般三百斤 因为现在的话都是机械采棉了 都没有手工采棉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个地里面 虽然是已经采过一遍了 棉花已经采过一遍了 你看地上有很多的浪费 你看大家看地上浪费量很大 所以到时候他们还会再请机器过来 把地上这些掉的棉 再把它吸起来 那这些这些掉的棉呢 啊 价格就卖不上去了 据他说今年棉花的价格 最早的时候最早一批上市的棉呢 好像是十一块左右一公斤 到后面九块八块这样子 卖的最后越卖越便宜啊 就是像这些 掉了地里的棉就越来越便宜了 给大家看这边的地都是很大很大一块的 两边都是啊 公路两房的全是地啊 全是这个地 另外据这个老乡说啊 等他们把地里这个棉花最后一遍清完以后 清走以后呢 他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就回到他自己兵团的住地或者他老家 他的户籍 他原来的祖籍 重庆那边 因为他重庆那边那个房子啊 都什么都还留着的 他孩子也现在都在重庆那边发展了 然后再等到来年三月二十多号 四月初的时候再回到这个地方 开始一年的劳作 到今天是十一月五号啊 再过一段时间 他们就这边就撤了 那接下来的另外的时间呢 他们就是一年就是休闲的了 就你想干嘛干嘛了 就可以这样了 我觉得他们这个干的还是可以哈 甚至可以干几个月修几个月 也挺有意思的啊 有机会的话我们看看 还能不能找个地方体验一下 收棉花呀或者种棉花这样的工作啊 我们是体验哈我们是体验 嘿嘿 或许这就是旅途当中 最精彩的不一定是目的地啊 反而是沿途的一些东西更有意思 更能给你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去探访前面 还有些什么精彩的故事发生 我们现在来到了博湖乡 就是博斯藤湖乡 这边的话有一个烤肉店 就这样就准备 我也烤点肉吃 这是烤的什么羊排吗 还是什么东西 哦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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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的牛口水了 哇塞 看起来很好吃啊 这用的木头啊 这儿把你的木头呀 哎 这是烤的什么羊排吗 不是羊排啊 羊排啊 羊排啊 不错不错 羊排怎么烤羊排的话 一百一一公斤 一百一一公斤 哦 可以可以 地道的啊 正宗地道的新疆味 一百一一公斤 我烤了十串肉 十串五块钱一串 五十块钱 我应该一个人够吃了 这就是我的十串烤肉 有一个炉子啊 烟排在外面去了 这个价格很美丽啊 烤肉五块钱一串 烤肉干子三块钱一个 凉皮五块 馄饨十块 汤饭十块啊 馄饨也是小的十块 烤包的只要两块啊 这就是五块钱一份的凉皮啊 五块钱一份相当便宜 嘿嘿 来了我们的十串烤肉 这个就是羊尾油 我们上次讲的那个 全是油 没想到烤完还挺好吃的 外焦里嫩 外面是焦的 里面是一口下去 满嘴油香 这才是新疆的味道 大口吃 反正我还想要烤包子的 现在没有烤包子了 一口气已经干掉六个了 还剩四个 这个眼睛真大 你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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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岁不喜欢吃的 我要吃馄饨 你吃馄饨 我不喜欢 爱吃馄饨 你爱吃馄饨 我们吃饱喝足 今天晚上车 我们的房车就停这个箱里面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车内的温度 只有四度 四度 四度 已经有点冷了 咋搞呢 要开加热器了吗 还好我们有加热器 不怕 应该现在加热器用不着 晚上应该要开电视毯了 四度的话 开电视毯吧 哎哟 我去中午 四度 是 好 咋 我去中午 你 也是